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发什么神经 你深更半夜揣我干什么 林峰烦躁地斥责我 是我发神经还是你妹妹发神经啊 她就是故意折磨我 我告诉你林峰 如果她一会儿再闹动静 我就买阵楼器 看谁怂 林峰啪的一声打开了台灯 接着把被子一掀 藤弟坐起来 怒斥我 你怎么那么肯定就是我妹妹搞出来的动静 这楼的隔音不好 说不定是对门 或者是旁边单元的邻居 你可别什么屎盆子都扣我妹头上 我气得两眼发蓝 但凡提小姑子的一点不是 林峰就是这副德行 恨不得上来掐死我 好像我是一个恶毒的巫婆 要害死她妹妹一样 就是我妹妹搞出来的声音又怎样啊 为什么我睡得香 我看你就是不瞌睡 实在不行啊 你不会吃点安眠药 保证睡得香 我简直不相信林峰会说出这种话 她不斥责小姑子故意闹动静 反倒让我吃安眠药 她骗谈小姑子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婚后我原本是和婆婆还有小姑子住在一起的 其中的辛酸只有我自己能体会 我也不知道哪件事情得罪了小姑子 总之啊 她就是各种挑事 而婆婆和丈夫永远都站在小姑子那边 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小朵有先天心脏病 你就不能多忍让一点 忍让 把我采买的裙子剪碎 把我的快递丝拆 在我的卧室门口偷听 在婆婆和林峰面前瞎告我的状 我忍让的还不够多吗 我一直没搞明白小姑子为什么仇视我 直到去年 小姑子生日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班后我先去商场给小姑子买生日礼物 又去蛋糕店拿蛋糕 然后直奔酒店 打开包厢的门 我惊住了 小姑子正坐在林峰的怀里 两个手搂住林峰的脖子在撒娇 听见我进门的声音 小姑子只是抬头瞥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刚才的姿势和林峰交谈 我也没惯着 把礼物放在桌子上 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摄 林峰有点恼了 对着我是及时白脸的 你有病啊 拍什么视频 说完把小姑子扶起来 就要过来抢我的手机 我冷笑着躲过 林峰 知道的你们是兄妹关系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们是热恋的情侣呢 小姑子烈眼汪汪地看着我 草子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和我哥是一个娘胎出来的 你怎么把我们想得这么龌龊 龌龊 之前小姑子撒娇 让林峰喂饭 穿着暴露的睡衣 在家里走来走去 林峰都说这是正常的行为 到底谁的思想龌龊 你嫁进来之前 我哥就这么疼我的 你要是看不惯 就和我哥离婚啊 小姑子说完 捂着胸口呜呜地哭起来 林峰慌了 一边将小姑子揽住温柔哄劝着 一边朝我吼 你不知道小朵身体不好吗 你要是把他气出个好歹 我和你没完 我冷笑了 小姑子虽然有先天性心脏病 但是已经做过手术 并且很成功 医生说 结婚生子都没有问题 即使他身体不如正常人 也不能倚仗身体的原因 就嚣张跋扈吧 我终于明白了小姑子 为什么总是对我 横眉冷对 她是贪恋林峰的呵护 嫉妒我夺走了林峰的爱 我转身摔满而出 我无比的庆幸 婚前父母给我买了一栋房子 虽然只有两居室 但成了我的避风的港湾 我给林峰发消息 这种生活我一天也不想过了 我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我们搬出来住 要么离婚 林峰震怒不已 怼我不懂事 不为他着想 说婆婆岁数大了 小姑子身体又不好 无论如何也不能弃他们而不顾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我才答应住在一起的 可事实证明 我过得多么的委屈悲伤 那就只有离婚 林峰见我东真格的 只好服了软 说给他两天的时间 他去说服婆婆和小姑子 两天后 林峰告诉我 婆婆和小姑子 同意我们出来住了 而且婆婆还善解人意地 拿出了五万块钱 让我们置办家具 真让我受宠若惊 林峰便趁机教育我 说你看 我妈是心疼我们的 你不要总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可三天后发生的事情 啪啪打林峰的脸 婆婆给我打电话来 语气不善 我家拿了五万块钱装修钱 你抓紧时间在房本上 加上我儿子的名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让婆婆再说一遍 这次我录了音 我把录音发给了林峰厅 我想好了 只要她同意婆婆的提议 我就和她离婚 好在这一次 她站在我这边 说婆婆这样说 根本不是她的本意 可能是因为我们搬出来 她心里不舒服 发泄下情绪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婆婆的算计 只要房本上加上林峰的名 她就能理直气壮地搬过来住 不知道林峰 怎么和婆婆说的 婆婆再也没有提这个事 生活暂时恢复了平静 二人世界简直不要太舒适 和婆婆的接触少了许多 矛盾也就少了许多 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种幸福的日子 只维系了两个月 便宣布夭折 婆婆和小姑子竟然买了我们楼上的房子 知道这事时 他们已经搬过来三天了 我震惊的同时又觉得很生气 我好歹也是林家的儿媳妇 有权知道吧 林峰向我解释 说她也是被蒙在鼓里 房子是小姑子自己找的 搬家是雇的搬家公司 她只比我早知道一天 鬼才信 我觉得这一定是他们密谋的 让我在房本上加名字不成 故意搬过来个应我 林峰总觉得我是小题大做 周梅对我说 你为什么对我家人的抵触情绪这么强烈呢 他们搬过来住是不想离我远 家人之间可以互相照应 再说他们住楼上也没和我们住在一起 你叫我那么汁干什么 可我就是觉得他们搬过来的目的不纯 果然林峰频繁被喊上楼 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睡觉 理由很多 不是婆婆感冒了就是小姑子的身体不舒服 再问就不耐烦地说 在哪里睡不是睡 楼上楼下离得又不远 或许是我心眼小 每每想到林峰和小姑子的亲密行为 我心里就特别地抵触 兄妹再如何情深 也得有界限感吧 何况小姑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我便一遍遍地给林峰打电话 他若关机我就上楼敲门 林峰只能无奈地下楼睡觉 小姑子便开始作妖了 只要我修班在家 他在楼上不是跳绳 就是拖椅子 闹出各种的动静 我告诉林峰让他管管 他告诉我 小姑子跳绳时垫了垫子的 拖椅子也是十分小心的 还说我对声音太敏感了 晚上小姑子更是不放过折磨我的机会 总是在夜里搞动静 林峰睡觉像死猪一样 压根就不受影响 可我睡眠浅 有点声音就会惊醒 我忍无可忍地找小姑子理论 他就会万般可怜向我道歉 要么是不小心把充电器掉地上 要么就是说 邻居闹出的动静 他也被吵醒了 找的次数多了 婆婆嫌我没事找事 我看你就是小姐身子压还命 住楼房的哪能安安静静的 要不你给娘家借点钱 去住别墅算了 简直是无赖 这次我忍无可忍 我必须要反制 否则非疯了不可 听说我要买震楼器 林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楼上住的是我妈和我妹妹 我最亲的人哪 你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们 我冷眼看着她 有本事你让你妹妹消停 林峰无奈地扬起我 姑奶奶 求你大肚一点行不行 小朵身体就那样了 你就游着她吧 医生说了 她这个病绝对不能生气 又来了 我听得都恶心了 我彻底地绝望了 指望林峰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我一次次地为她着想 她却从来都没有将我放在心上 这种日子只能是变本加厉 越来越糟 我提出了离婚 林峰坚决不同意 说我俩的感情根本就没有破裂 我把她的衣物打包后 直接扔到了婆家的门口 大门也换了锁 房子是我的 我有权决定林峰是否有居住权 林峰反应不甚强烈 小姑子和婆婆倒是激动得很 小姑子当天中午就登门叫嚣 说她早就看不惯我这 以止气使的鬼样子 她做梦都希望她哥和我离婚 婆婆更是老泪纵横 骂我蛇蟹心肠 我没有把小姑子当亲妹妹疼 没有把她当成是亲妈孝敬 凭什么我必须要单方面付出 她们又是怎么对我的 傍晚林峰又登门怒斥我 问我中午时怎么小姑子了 她现在身体不舒服 在家里躺着只喊心口疼 心口疼去医院找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医生 说完我把中午的录音发给她 到底谁有理自己判断去吧 晚上不出所料 小姑子又开始折磨 不停地制造尖锐的噪音 我也不恼 将阵楼器安排好后 拉黑了林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拖着行李 去了酒店 两天后 林峰辗转找到了我 央求回家 拆掉阵楼器 说再这样下去 小姑子的身体真要出事了 小姑子已经保证 不再故意搞出动静 我同意了 但前提是林峰同意离婚 见我态度坚决 林峰无奈同意 看着她紧皱的眉头 我心里冷笑 直到此时 她依旧不明白 我们的婚姻 为什么会走向命亡 可计划不如变化快 我在迈进民政局大门时 突然晕倒了 当我醒来时 看到林峰笑得跟傻子似的 她激动地告诉我 我怀孕了 我婆婆和小姑子 很快赶到医院 婆婆的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一改往日的冷嘲热讽 对我嘘寒问暖 还嘱咐林峰 一定要对我多上点心 婆婆又转头 叮嘱小姑子 以后啊 不能再耍性子 闹动静 你嫂子现在需要休息 小姑子表面上硬着 可我分明看到 她脸上隐藏着的怒气 我心里很清楚 婆婆现在热情的态度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我 父中的孩子 这个家里的矛盾点啊 根本就没有消除 婚 还离吗 可我又舍不得 父中的孩子 我好想做妈妈 也不忍心 她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 自从怀孕后 婆婆和林峰对我的态度 180度的大转弯 小姑子也不再明智找我查 林峰重新搬回来住 说是要时刻呵护我的健康 日子平静地度过 那天下班后 我直接去楼上婆婆家吃饭 刚走到门口 我便听见婆婆的哄劝声 和小姑子的哭声 婆婆的语气 无奈又威严 小朵啊 她是你哥选的女人 现在又怀孕了 妈求你别再闹了好吗 小姑子哭诉着 您让我别闹了 您忘记我哥的命 是谁救的了吗 当初 是您亲口答应我妈 给我俩订的娃娃亲 是您不守信用 您对得起我爸妈 在天之灵吗 娃娃亲是不作数的 你哥她一直把你当亲妹妹宠的 我呆住了 这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小姑子竟然不是婆婆的女儿 我急速下楼给林峰打电话 问她 为什么这件事情要瞒着我 林峰急切地向我解释 原本想告诉我的 可又觉得没有必要 后来我又总是生气 她和小姑子关系太密切 她就更不敢说了 当年林峰落水 是小姑子的爸爸用性命救的 小姑子的妈妈不堪一击 一病不起 婆婆在小姑子妈妈去世前 亲口答应娃娃亲 发誓要一辈子对小姑子好 那一年小姑子12岁 林峰16岁 我不寒而栗 原来小姑子竟然 真的对林峰有那种感情 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婆婆和林峰 对小姑子如此的偏她 她们是在感恩 可我更知道 我和林峰的婚姻再也没有维系的必要了 未来必将是一地即毛 永无宁日 我果断去医院打掉了孩子 林峰赤红着眼 赶到了医院时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她疯了一样地在医院门口骂我 不顾我虚弱的身体 非拽着我去离婚 婚离得干净利落 第二天我便搬走 房子也委托中介售卖 从今以后我和林家再无瓜葛 我的婚姻维系了528天 婚礼当天的甜蜜幸福还历历在目 转眼就千疮百孔 令人唏嘘不已 与其说婚姻的失败 源于婆婆和小姑子的破坏 不如说我瞎了眼 找了一个拎不清的丈夫 林峰明知道小朵对她有非分之想 还认她胡闹 她和小朵的相处 压根就没有界限感 这就是妥妥的耍流氓 也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 话说回来 婆婆也是不待见我的 否则不会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袒护 让小姑子郁佳变本加厉 郁佳萌生取而代之我的念头 我只恨自己没有早早离开 白白让自己遭受那么久的精神折磨 我更恨自己当初恋爱脑 没有认清婆家对我的态度 让自己掉入了万丈的深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